娱乐范报为你播报 那年花开月正元 谁的舞品勾待下线 沈欣怡戏份之多 而沈欣怡和周颖的热潮户队 可是让观众觉得很有看点 我如果赢了你的话呢 你就得回险家给我做丫鬟 一辈子让我打着我妈 那如果我的生意超过了你 你就穿着女人的衣服 从静样的南门走到北门 比一路大喊 我输了 我不如女人 至于小编为何说 那年花开月正元变美食剧 主要是因为这个故事 说的是陕西女首富周颖的故事 为了还原陕西文化 其中的美食文化是必五格少的 而最近 天方还放出了一段美食特集片 这剧中所出现的美食 都是真材实量 都是搭架子 现场进厨子现做的 最终的厨子也不是普通的曲面 都是真的厨子穿戏服出镜 真的在烹饪美食 这么做 不仅仅是为了镜头下的美食文化展示 还是为了靠上剧主的新库 这原本只是道具的食物 这下真的变成美食了 大家拍摄的时候 更是每场戏都真吃 多有一种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的豪迈感 擀面皮上 浇上着油锅辣子 连娘娘都不能抵挡的美食诱惑 更顺着 吴家东院老爷子最细的时候 都先喝了好几碗胡辣汤 吃完毫不腻似的点了个大大的赞 现场更是大家抢着要吃吃吃 娘娘都直言 第一次见到演员 抢着要吃道具 第一次见到演员 抢道具吃 你知道这个有多好吃吗 真的很好吃 微信公众号搜索饭鱼 更多精彩视频哟 抢道具 抢道具